大家好,我是给大家送美丽,送健康的宋医会,来自辽宁省沈阳市。 因为天生对美好事物的敏感度较高,所以选择了服装设计专业。 顺利毕业以后,在北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来经营自己的服装品牌和工厂。 那如果说用眼界和物质衡量成功标准的话,可以说我算小有成就。 那随着时代的发展,网络销售不断冲击实体店经济。 每一家直营店的投入和收益都不成正比,入不复出。 那机缘巧合下,我接触到了销售行业,被行业里无限可能和自由发挥的空间所吸引。 于是呢,我彻底放弃了传统行业。 非常幸运的是,我在一家美商公司努力了五年。 有了一定的收获。 那然而呢,产品价格高,产品限单一,局限了市场的发展和普及性。 加上呢,公司自身的不稳定。 大家真正能走多远,都是未知数。 迷茫的时候呢,就特别渴望有一家能拥有普遍大众都能消费得起的好产品,稳定的好公司。 当这种渴望愈发强烈的时候,爱多美悄然来到了我的身边。 因为对爱多美的不了解,当时我是特别质疑的。 可以说,现在有多认可,当时就有多么的拒绝。 因为这样的公司实在太理想化了,总觉得不敢相信。 心里老是怀疑,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司啊。 心中处处都是问号,那如今呢,都变成了感叹号了。 大家肯定会问我,是什么样的经历让问号变成了感叹号呢? 最初考虑的就是,价格不高的产品,品质能好到哪里去呢? 便宜没好货,好货不便宜。 那我这种想法代表了大部分人,对吧? 我是从一支呢,不足百元的洗面奶开始体验了。 那洗完脸以后呢,不紧绷,通透的感觉呢,感觉毛孔都在呼吸。 简直太让我惊喜了。 那再到一整套艾什洛特针眼护肤物品呢,还没有我曾经用的一瓶面霜的价格高。 可是带来的效果,却是惊人的。 那使用以后呢,皮肤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改变。 紧致,白皙,有光泽的皮肤,让我年轻了许多。 再一次让我感觉到了惊艳。 那周围的家人,朋友看到我的变化,也都开始跟着陆续的使用上了艾多美的产品。 我家里处处都有艾多美产品的身影。 护肤品,健康食品,生活日用品。 真的是体现了那句话,有了艾多美,生活更加美。 所以呢,我想告诉大家的是, 虽然对于某些认知以外的事物呢,会不是觉得质疑。 但是呢,在没有完全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,千万别过早的下判断。 不然可能就会和机会呢,擦身而过了。 那么,艾多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家公司呢? 我认为,它是一家人人都可以参与经营的公司。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? 如果大家真的用心去了解,你会发现,这样的一家公司,正是我们苦苦寻觅多年,无比渴望合作的公司。 也是值得我们终身合作的公司。 我和伙伴呢,都一致认同,加入艾多美,是我们普通人实现梦想的绝佳机会。 在我看呢,让平凡的人能获得成功的公司,一定要具备以下几点。 第一,以持续生存为经营目标。 第二呢,有能让顾客持续回购的大众精品。 那第三呢,就要具备深层次的文化底蕴。 第四呢,要面向所有的大众,要适合呢,普通人去经营。 只有具备了这几个方面的条件,公司才能持续长久的发展。 艾多美呢,恰恰具备了这些。 同时呢,也是艾多美的魅力所在。 我了解到的艾多美公司呢,于2009年创办于韩国。 那12年的时间呢,陆续在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等共计呢,2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业务。 去年7月份呢,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了。 陆续呢,还会成立更多的分公司为中国市场服务。 从最开始250亿韩元的年销售额,到10年后的2020年,增长到了惊人的1兆9000亿韩元。 折合人民币110亿,书写了连续9年增长两位数的历史。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。 中国呢,面临短期内需疲软,长期呢,外需乏力的局面。 贸易和需求的萎靡,或长期影响国内的就业。 因为疫情的打击,对中低收入的人群呢,相对密集的行业,比如说批发零售、住宿、餐饮、旅游等,冲击都是非常大的。 那中国居民呢,可分配收入呢,也进一步的弱化。 贫富差距呢,就日益加剧了。 那受疫情影响,最明显的就是办公方式的改变。 初级人才的可替代性非常强。 越来越多的人力呢,被自动化所代替。 在这个很多企业纷纷倒闭的情况下,爱多美公司呢,却蒸蒸日上。 不但呢,没有遭受打击,反而发展得更好。 那爱多美的经销商呢,从一部手机里专属的APP呢,就可以开展业务。 而且是全球的业务,收入稳步提升。 为什么爱多美会如此幸运呢? 作为企业灵魂人物的朴涵吉董事长认为, 企业首要目标就是生存。 这也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。 创建呢,绝对不会倒闭的企业。 那么就一定要卖普通人都可以消费得起的产品。 创造呢,让大众可以持续回购的优品。 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,谁不喜欢呢? 但大众都需要的产品,生活日用品,护肤品,健康食品, 以大众的价格,却是精品的品质, 这可能在很多企业呢,都实现不了。 但是爱多美公司通过JSJS战略, 汇集全球符合大众精品战略的产品, 通过爱多美的平台走进了全球千家万户。 爱多美以制优的产品和超值的价格, 不需要去销售, 只要分享给对方我们曾经用过的好产品, 让他们也去体验就可以了。 顾客呢,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, 随时随地的在网上订购自己心仪的全球的好产品, 而且也没有强制性的消费。 请问您会拒绝吗? 答案当然是不会了。 从进入中国市场一年的时间, 获得了各项的口碑认证, 一系列的荣誉证书就是消费者对爱多美最大的肯定。 而超高的回购率, 受明了大家对爱多美产品的喜欢。 把我个人最喜欢的艾什洛特真言系列为例, 它取得了六大专利。 从基础原料, 绿茶精华水就开始与众不同。 那从上市以来呢, 连续销售额高达1000亿韩元, 在同行业, 同类产品当中排名前列。 这样的大众精品, 让平凡人也能体验到最顶级的效果。 另外,我想说的是, 要想实现企业的长久发展,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企业文化。 企业文化才是一家企业的灵魂所在。 我自己呢, 也经营过公司。 一般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标的。 没有哪一家公司是以顾客成功为经营目标的。 爱多美公司呢, 从来不把顾客当工具, 也不会把利益当成最主要的经营目的。 它采用的是小孩哲学, 而非小牛哲学。 那小牛哲学的意思呢, 就是牧场主饰养小牛的目的是为了挤牛奶, 而不在于奶牛本身, 在于为了获取牛奶。 但是呢, 母亲喂养孩子, 教育孩子, 陪伴其成长, 不是要从孩子身上得到什么, 而是为了孩子呢, 能够茁壮成长。 而且董事长说过, 我们要把顾客的成功当成经营的目标。 我们不是为了从消费者的身上去获取什么东西, 把消费者当成谋取利益的手段, 而是呢, 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消费者带来一些好处。 我记得一位伙伴经历过一件小事后, 很感慨地说, 爱多美公司实在是太守原则了。 对, 没错, 爱多美三大文化之一就是原则中心文化。 这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, 遵守公司与顾客之间的约定, 按照原则来经营事业, 并不是以利益作为中心, 有原则才公平。 七次就是共同成长文化。 经销商、 中小企业一起成长, 会给合作企业提供大力的支持, 让合作企业能够专注于做好优品良价的产品。 最后呢, 是分享的文化。 伴随企业的发展, 爱多美做慈善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, 基本都是走到哪里就会把慈善做到哪里。 在俄尔多斯, 植树造林, 捐赠150万元, 向中国残疾人福利会捐赠300万爱心款项, 至少呢, 七个贫困地区修建爱心教室, 投资呢, 200万元, 还有中华儿词会的微笑行动, 投资呢, 100万善款, 为纯恶劣的华儿呢, 做手术等等。 我也期待呢, 参加到其中, 能为爱惜事业呢, 做一份贡献。 这也是我的人生追求, 也是我一直在默默坐着的爱心捐赠。 很多爱多美的伙伴表示, 自己也想参加公司组织的公益活动。 其实呢, 大家哪怕说用一只牙刷, 一只牙膏, 都是在为我们公益活动奉献了一份力量。 一家真正有爱的企业, 并不是做做样子, 粉饰自己良好的公益形象, 而是把公益慈善, 当成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。 很多朋友问我, 爱多美这么好的公司, 这么吸引人的大众精品的概念, 可是我不知道如何经营呢? 如何在爱多美获得成功呢? 这些呢, 大家的顾虑公司全部都考虑到了。 大家认为, 我能在今天小有成绩, 依靠的是什么呢?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,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消费者, 只是非常幸运地选对了平台, 免费注册了一个账号, 并且呢, 使用上了产品, 爱上了产品, 又申请成为了经销商的身份, 并且呢, 坚持参加了公司举办的成功系统而已, 我们拥有一个庞大的全球的公司主办的成功系统, 在这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, 有公司每月一次的成功学院, 各地的一日研讨会, 服务中心会议, 还有领导人俱乐部会议, 从中呢, 可以学习了解公司, 产品, 文化, 经营方式, 成功八部等等, 成功离不开不断的学习, 读万卷书, 行万里路,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, 那成功系统呢, 所有会议都是由公司主办, 由公司出费用, 所有学习都是免费的, 只要走进去学习, 感受到智慧, 汇集起来的蓬勃力量, 就是成功的开始, 从2009年十几个年头, 爱多美成功系统帮助了无数个平凡人, 重新找到了自信, 实现了人生的价值, 帮助无数个平凡的人实现了成功, 完成了梦想, 疫情开始, 线下的会议全部改为线上, 所以大家的业务并没有受影响, 反而参加的人数呢, 更多, 更加方便, 让更多人呢, 了解爱多美这样一家有温度有爱的企业, 其实一家可以值得合作的企业, 真的要适合所有的普通人, 那属者呢, 浮于表面, 智者呢, 通过现象和本质, 其他的呢, 都不用我们考虑, 因为公司已经为我们精心准备好了所有, 比如说物流啊, 产品呢, 网站呢, 这些都已经很完备了, 最好的创业机会就在我们身边, 那世界上最大的财富都是来自于日常这些消费当中的, 消费市场就像一个庞大的金矿, 生命不止, 消费不止, 爱多美的产品呢, 爱多美的产品呢, 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, 它是消费型的公司, 而不是销售型的公司, 爱多美的事业非常简单,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, 天下难事, 必做于义, 天下大事, 必做于戏, 那爱多美的事业, 必做于心, 用心分享, 现在是回归营销本质的时代, 以人为本, 产品为王, 服务为王, 站在顾客的角度, 解决根源性的问题, 超链接流通枢纽呢, 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, 那机会来了, 复制行动才能抓住, 如果您喜欢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, 爱多美的产品, 您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, 如果您想寻求一份兼职提升收入, 爱多美将对您是一个最好的选择, 只需要用心的感受产品, 用心分享, 就有了赚钱的机会, 如果您是生意人, 爱多美就会为您助力, 因为爱多美的事业, 不会影响您现在的生意, 只会紧张添花, 如果您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稍有不满意, 请花时间去了解爱多美, 它不仅让您更加健康, 更加亮丽, 更加会让您的生活绚烂多彩, 让我们以大众精品为传, 以原则中心为多, 共同创建正善上略的爱多美事业, 祝福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实现健康均衡美好的梦想,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, 谢谢大家。